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由分子构建块组成的 有一种流行的理论认为 这些分子构建块可能是由彗星携带到地球的 现在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新的机制 说明彗星如何将类似的分子构建块 传递到其他恒星系中的行星 彗星是由冰 尘埃和岩石组成的小天体 它们围绕太阳运行 有时会与行星发生碰撞 彗星被认为是地球上生命的重要来源之一 因为它们可能携带了水和有机物质 这些是生命的基本要素 但是要想将这些有机物质输送到行星上 彗星必须以相对较慢的速度撞击行星 不超过每秒15公里 如果速度太快 那么这些重要的分子就会被摧毁 撞击造成的高温和高压会导致它们分解 因此 研究人员想要找出哪些类型的行星 更有可能接收到彗星带来的分子构建块 以及这些分子构建块 是如何在彗星和行星之间传播的 它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最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是 那些行星紧密地绕着一颗恒星运行的系统 就像豆甲里的豌豆一样 在这样的系统中 彗星可以从一颗行星的轨道弹跳到另一颗行星 或者在一颗行星的引力作用下改变自己的轨道 从而降低自己的速度 这样 当彗星最终撞击行星时 它们的速度就足够慢 以至于一些复杂的分子 比如氢化氢 可以在进入大气层时存活下来 HCN是一种含有碳和氮的分子 它的化学键非常稳定 可以抵抗高温的破坏 HCN被认为是生命起源的关键分子之一 因为它可以参与合成氨基酸和合甘酸 这些是蛋白质和DNA的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 彗星还有很多生命的分子构建块 比如一生元分子 剑桥天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作者 理查德安斯洛说 我们想知道 是否有一些行星 可以从彗星那里 获得这些复杂的分子 就像地球可能做过的那样 研究人员并没有断言 彗星是地球或其他行星上 生命起源的必要条件 但他们希望找出彗星 可以成功传递分子构建块的行星的特征 我们太阳系中的大多数彗星 都位于海王星轨道之外 即所谓的科伊伯代 当这些彗星相互碰撞 或受到其他天体的干扰时 它们会被太阳系中的 大行星的引力扰动 改变它们的轨道 有时甚至进入内太阳系 安斯洛说 我们想要模拟 与我们自己的行星 类似的行星 因为地球是目前 我们唯一知道存在生命的行星 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样的彗星 以什么样的速度 可以将分子构建块 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 研究人员发现 彗星可以将分子构建块输送到行星上 但这取决于很多因素 比如彗星的大小 形状 温度 冰的含量 以及行星的质量 大气 表面特征等 它们发现 对于围绕与太阳类似的 恒星运行的行星来说 如果行星的质量较小 而且与其他行星的轨道距离较近 那么彗星就更有可能 以合适的速度撞击行星 这是因为这些行星之间的引力 相互作用 可以使彗星的轨道发生变化 从而降低彗星的速度 对于围绕低质量 恒星运行的行星来说 比如MI星 彗星输送分子构建块的难度 就更大了 因为这些恒星的 典型速度要高得多 而且它们的行星 通常没有大气层 这会使彗星 更容易被烧毁或粉碎 研究人员表示 它们的研究 对于确定在太阳系外 寻找生命的最佳位置 有指导意义 我们可以开始区分哪些系统 更有可能支持生命的起源 哪些系统 这是一种结合天文学和化学的新方法 来探索一些最根本的问题 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形成的 其他地方是否也有类似的过程